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祝你有个好的开始 谢谢 拜拜 拜拜 近几年登山践行的活动成为一股风潮 而没有运动习惯的新手 也有低难度的亲子步道可以入门 今天秋比买通我们就来学这句 我是登山的新手 我是登山新手 我要爬什么 山 我们先比山 登山 我们当然就先比山 有没有一个山形 山 这是我们这个山 这个山字 中间是高的 用什么爬呢 攀爬我们通常会有那个绳子抛上去 有三个铁爪 对不对 攀 像攀岩一样 登山 所以登山反过来就是山 登 那通常有三爪的也有两爪的都可以 登山也可以这样子比 都可以 第二个是步道 步道我们讲亲子步道通常会在爬山的过程当中 所以在山里面有很多什么 树 我们先来比树 这是树木的意思 就是把我们的手中指曲起来 这是一棵树 就像是一个很多树叶 森林头很多棵树 就是森林里头 有一条路 我们就在里头走 这就是森林步道 那都市里头的步道呢 那都市里头就是平滑的一条路嘛 我们一样这样子走就好了 践行 践行你要比说健康的走路吗 没有就是走路 对 践行就是我们的脚就是一个人 走路就是践行的意思 下一个是新手 我们刚刚有比我什么都不懂 我是新手 衣服是新的 新而且是书字 新的书字 所以新手我们只比打两个字就好了 新手 那老手呢 老手是不是就是经验丰富的意思 所以我们打经验 很赞哦 什么都很赞 很多个赞在这里 经验 那第一次呢 第一次我们比 从五只手指头第一次 这是初次的意思 初次 所以是登山 新的我都不懂 因为是第一次 我是登山新手 您学会了吗 我是登山新手 我是登山新手 是登山新手 我都不懂 是登山新手 我都不是登山新手 这里都不懂 是登山新手 也是登山新手 最后还借着 什么都是鬼